2014彰化妈祖绕境祈福活动 今年迈入第7年 邀集彰化县内共12座妈祖宫庙联合起驾出巡 活动从9月11日至20日 彰化县政府4日上午 在台北市长官邸潜庭广场 办理活动记者会 12间联合绕境公庙主委共同参与盛会 妈祖绕境的活动 可以说在我们彰化县 很多主要的乡镇 都是我们绕境行经的路线 那我们有一句话说 彰化住几天胜过台湾跑一圈 那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绕境的行程 可以看到我们彰化很棒的景点 包括我们美丽的海岸风光 还有我们的八卦山 那当然还有我们在地很棒的特色小吃 那大家只要跟着妈祖的丸架走 好康好赏都在我们中华 那我预计一定会为我们地方的产业再创高峰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住宅的地点都有特色产业展 这是一个结合观光产业文化宗教 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活动开场由德胜省师团带来传统艺政表演 再由起家晚会当晚艺人卓文轩精彩演唱 并由彰化县长卓博元率众绕境祈福十二宫庙主委 推动启动感点亮妈祖平安灯 象征保佑全国民众平安喜乐幸福安康 灼亮明灯浮佑台湾 我们地方期待了七年 今年所有的这个马祖会群聚在我们天中 我们最重要希望说 他能让我们所有的民众乡亲 带来心理上的安定 让他们感受到马祖信仰 给他们不只在心灵 也可以在说我们未来的发展 大家能更加用心努力 集聚一个善的信仰 让我们天中更加的繁荣 我完全没有参加过 那个《马祖绕境》的活动 然后在 因为在去年我看了小奇哥的电影 就是《马祖绕境》 然后就非常的很震撼人心 就是进电影院之后 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说 哇我这一生一定要去参加一次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 你在绕境的那个时候 你会在路上遇到非常多 有人情味的朋友们 然后你会感觉到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善良的 那个感觉是会感染的 所以我希望说 就是我这一生可以有机会 然后去绕境 2014张化县 妈祖联合绕境祈福活动 各宫庙妈祖神尊 将于9月11日聚集于田中前德宫 并于9月14日起假 13日晚上将于田中正宫所前 办理起假晚会 由马国贤及佩珍担任晚会主持人 并邀请卓文轩 翁立友 袁晓迪 张荣荣及葡萄公主 庄嘉莹为活动带来热潮 各项活动详型资讯 可上彰化县政府网站查询 公益频道林俊明台北采访报道